沒錯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Omega-3 他從頭到腳都可以對我們產生一些保健的功效 保健的一些功能 比方說像腦部發育 像我們都知道說 小朋友他是DHA 會對他的腦部發展會有幫助 增加他的智力 學習力 所以很多媽媽都知道說 把小朋友挑一些食物的時候 最好有添加這個DHA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其實還有像認知能力 尤其現在好多 這個現在等於長壽已經是常態了 很多老人家 那老人家很多就是腦部會有一些退化的問題 所以DHA他也會有產生一些保護的效果 可以延緩我們一些 可能擔心的這種智力 腦部的退化 智力退化 智力退化這些問題 那另外還有就是像 像現在大家用眼都過度 對 都看3C 看得很多 對 那眼睛的保護 我們不只想到說像葉黃素 對不對 或什麼蝦紅素這些 像DHA也很重要 對 他也是可以幫助我們這個眼睛的修復 還有像是乾眼症 它跟Omega 3也很有關係 對 所以幫助我們一些就是眼睛的保護 所以你偏要點那個叫什麼 人工類不見得 或者人工類或眼藥水其實不好 對 那其實長期來用都不是那麼適合的 那是外用 其實你還可以用內食的方式 對 我們吃一點像補充一點DHA 它這個對我們眼睛也會有些保護的效果 好 那或者像EPA 那EPA的話 像我們都知道 好像很多那個老人家他們都會有這個高鞋子的問題 三酸甘油脂過高 膽固醇太高一直壓不下來 對 不只是老人家 膽固醇 三酸甘油脂 尤其三酸甘油脂 那個EPA的改善效果就特別明顯 對 所以如果說有這些我們講的中性脂肪 或講三酸甘油脂過高的人 它來補充一些EPA比較豐富的這種Omega 3 這個就很適合 對 或者是我們現在人很多都 有些這個情緒的這個問題 有些人是比較憂鬱症啊 或者是這個 有些比較容易躁躁 對 有些比較躁 容易起伏啊 暴躁 對 這些它其實在一些 現在有好多的研究都發現 EPA如果你每天能夠吃到一個足量 比方說一天能夠有1000毫克以上 那其實對我們的情緒改善也會有幫助 我覺得現在更重要了 你不覺得2022年是一個很動盪不安的嗎 那如果接下來如果按照國際的這個經濟局勢來看 可能大家還是要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一定要好好先把健康顧好 沒錯 沒錯 對 好 再來就是綠色部分 綠色部分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有關節的健康 心血管健康跟免疫系統 對 沒錯 所以我們平常 比方說我們吃一個魚油的補充品 那裡面它就有包含了EPA跟DHA嘛 所以兩個它一起吃的時候 它還有一些協同的功能 比方說我們今天很關心的這個心血管的健康 它就可以幫助我們血管更有彈性啦 然後又可以幫助我們去調整我們的血脂肪啦 那對我們這個心血管就有很好的一個 保健的一個效果 或者是免疫系統方面 它可以讓我們的免疫系統更加的平衡 或者是說 有些人有一些免疫系統的問題 像類風式性關節炎 那可能有些人關節就會疼痛啊 這些問題 那我們吃一些像這種Omega 3比較豐富的食品 或者是食物 那它就可以像可以改善我們的這些疼痛的問題啊 因為它本身就有抗發炎的效果 所以我們如果適時的補充 它不只是對我們心血管的保護有幫助之外 它有這麼多的一個 這個對我們身體健康加分的一個功效 那真的長知識了 重要的是要怎麼去選呢 選了好的魚油 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當然是盡量選擇它的這個顏色是比較清透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其實魚油如果它外盆 你加了一些顏色去染 就代表它其實有色素沉澱 那當然有色素的話就代表它是魚油經過二次再三次加工 那可能會造成我們在營養攝取上的不平衡 第二個就是我可以拆開來然後事實上你可以稍微聞一下 就是說它有沒有一些腥味 如果說它拆開來聞的過程當中有一些腥味的話 就代表它其實蜜蜂沒有完整 那我們都知道油脂類是很容易氧化的 對 沒錯 所以如果你氧化就代表它可能會產生黃麴毒素 或者是有其他一些營養素的流失 所以其實我們在選擇上面 竟然要選擇聞聞看不要有什麼腥味的問題 代表它蜜蜂很完整 而且是很晶應替頭的 這都沒有味道就對了 是不是 是 代表它是好的魚油 好的魚油 然後第三個就是我們要確定它的濃度 這個很重要喔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我們的小林營養師有說嘛 我們其實攝取魚油就是要強調 我們要攝取的是Omega 3 所以Omega 3的濃度是能超過80%以上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如果低於80% 就代表你吃了過多不需要的油脂 那你知道你吃不需要的油脂吃過多 我們都知道魚油吃到身體裡面 要透過我們的小腸來吸收嘛 那我們小腸是透過什麼吸收 透過龍毛吸收 如果你這裡面的這個含了更多不需要的一些脂肪酸 或更多不需要的一些我們不要的營養素 是不是我們常常 它在吸收利用的時候就變差嘛 因為太多東西跟它爭搶吸收了 所以這時候龍毛沒那麼聰明 它不會只挑Omega 3喔 不會只挑DHA跟EPA啊 它就吸收過多不需要的啊 你就會變成你濃度低 反而造成你吸收的困難 而且造成身體的負擔 那也就是說可能有的會有一些填充 比較其他的東西 是這樣的意思嗎 有些會加一些香料啊 色素或加一些油脂 因為它要讓它看起來更大顆 我們以前都覺得大顆就是好 對啊 而且呢 不好蹲耶 太大顆都覺得好像會開在喉嚨 可是會覺得我這樣CP值比較夠 而且有些會告訴你說 沒有關係 我濃度算只有40% 你吃兩顆也可以啊 事實上這都是錯誤的觀念 然後另外就是我建議大家 就是在挑選這個魚油的 魚的來源也很重要 這樣是挑選一些比較沒有污染的環境 比如說像大西洋啊 北冰洋或南太平洋的一些小魚 因為大魚在深海嘛 所以它的中金屬通常 就是它殘留的這個會比較高 所以盡量選擇一些小魚 而且是環境比較安全的 而且最好是有加入一些認證協會的 因為基本上代表 它的魚類來源是經過認證的 還有就是我們要考慮到 就是它的萃取方式 為什麼呢 傳統的萃取法是叫做蒸煮法 它是把魚肉然後打碎 然後去蒸煮 透過油跟肉的這個分離的方式 把它萃取出來 可是這過程當中 第一個你高溫 就會破壞我們的Omega-3 第二個你這樣子高溫 龍煮的過程當中 它氫的部分 還是有可能會有一些重金屬的殘留 就會變成你其實沒有辦法完全清乾淨 所以這時候他們就會發現會有一些腥味 所以它有些廠商就會把它加一些其他的添加器 去調和那個味道 或者是因為顏色比較黯淡 因為這樣的萃取方式 因為煮久了會顏色比較深 它要嘛就是在這個外殼上面直接烤一個顏色 讓你不知道裡面油的顏色 要嘛就是加一些味道 尤其是西方人很強調 就是我們的生活禮儀嘛 他們就很習慣在裡面加一些香料 讓你吃下去的時候 顏出來才不會有那種魚腥味 其實都對於這車都是不好的 然後所以萃取方式也很重要 現在比較新的萃取方式是超靈界萃取方式 也就是說它其實是用二氧化碳 所以把它打碎 打碎以後變成物化了嘛 物化裡面重金屬比較重會往下沉 油比較輕物化油就往上飄 它收集這些飄散的這些油 第一個它沒有高溫 所以它可以完整保留Omega-3的這個就是成分 然後它這樣收集起來的這個Omega-3的濃度 自然就會超過八十趴以上 對這很重要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各位有在吃魚油的 從現在開始 你還稍微了解一下的萃取方式 通常我們複習一下 低濃度的魚油 一般都是用蒸煮法 一定是有一些專利的萃取方式 才會讓它的濃度變高 而大家一定要選擇 是要吃八十趴以上濃度的 所以它第一個它會標示它的濃度 這個一定很基本的 濃度的話你可以從它的營養標示的EA-DHA跟EPA 去換算就知道 因為有些是不標示濃度的 因為它怕標示濃度你就不買了 因為這個被教育的很成功 因為它就是沒有到八十嘛 是不是這樣子 再來就認證 是相關的漁業認證 有沒有它的產銷履歷 或者是它的漁業來源的認證 然後是不是加入了這個漁業認證的協會 因為這樣子的話代表永續發展 因為我們都知道 魚其實是再生資源 如果你爛捕爛災 其實會造成這個漁業資源的枯罰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來吃好的魚油了 所以這方面也要特別注意 然後再次強調就是萃取方式 不是用高溫的 絕對不要用高溫的 用低溫的方式 而且你用那個低溫 而且用超零接萃取方式 我剛剛說過 至少可以讓它的這些重金屬不見 就是所以你可以吃上去會更安全 所以它一般來說 就是好的魚油 它也會做一些檢驗報告 證明它裡面沒有這些重金屬殘留 所以如果你買的是一些 比較有就是權威的廠商 或者負責人的廠商 一般這些報告都要基本配備 我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我們一天需要多少 按照它的這個濃度 如果是有超過八十趴的話 那一顆如果差不多有四百到五百的 這個我們的我們的這個 Omega 3的話 那基本上每一天 大概要吃兩顆左右 大概一千毫克 一千毫克是基本的保養量 成人的話是一千毫克 大概是一千 那如果說你是血脂肪比較高的 我們建議到兩千 是就代表要吃四顆啦 如果依照它這個部分的設定的話 就是一天大概兩顆 如果有一些加強包有一天四顆 那有沒有分什麼飯前飯 還是什麼時候吃 都沒有關係嗎 就我個人建議其實是飯中 因為其實以前 以前那個那個小林營養師就教育過我 他說你最好搭著飯 搭著肉一起吃 吸收效果會更好 因為它是油脂嘛 它是油脂 所以我們可以跟飯一起來吃 那我知道以前很多朋友 他們不愛吃魚油 是因為他們咬破之後 覺得魚腥味很重 很重 那所以有時候我覺得選魚油 還有一個方式就是說 你把它咬破 你吃吃看裡面的味道 而且有時候我們買魚油 會買一罐的嘛 那像這種隨身包就更方便 其實大家一定要記得 就是在買選擇魚油的過程當中 最好是選擇這種片狀的啦 因為片狀的話 你其實就 第一個它每一顆都獨立包裝 你不用擔心它會黏在一起 容易發生潮溼的問題 第一個防潮效果也會比較好 第三個我覺得 我其實有時候在外面吃東西的時候 你帶一罐很不方便 你如果帶個一片 我放在口袋裡面 然後吃東西的時候 稍微拿起來吃個幾顆 然後混著翻一起吃 其實你會覺得比較安全 也比較健康 而且一罐你開來開去 其實有時候它跟氧氣接觸 反而很容易炒掉 對 就是有這個細菌會進來 所以你要吃DHA或者是EPA 就Omega 3的話 你就要選它的濃度高 對不對 濃度高 然後還有吸收率要好的嘛 對 吸收率要好 80%以上 安全度也要高 各種安全報告啊 魚種的來源 萃取的方式 大家如果要吃 還是要花點時間做一些功課 對